第二十题 小兰到日月谈完 从宁静的湖面可清楚地看见美丽的山景倒影 请问有关他所看到的湖面的山景倒影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湖面有山景的倒影 是我们的湖面就像一个平面镜一样 然后呢他 然后他会成为一个成像 那么平面镜的成像是利用光的反射 所成的像是一个正立的相等虚像 所以湖面倒影的成像也是一样的 是透过所谓的反射 成为一个正立相等的虚像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有关他所看到的湖面的山景倒影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是虚像 由光经过湖水反射后形成的